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职场里不少的女性都有一种感觉 你是不是也有 不知道哪里不对 为什么加薪过着身前老是跳过自己 赶了别人 而这个别人能力不如你强 工作不如你努力 绩效未必有你漂亮 然而有一天你大梦初醒 发现这些别人有个共同点 都是男性 当然好处偶尔也会弄到自己 可是别人吃饼干 自己却是剪掉在地上的饼干穴 心里不深而委屈 面对职场你需要来一点政治 我是洪雪珍 你今天学电影的美 欢迎来到洪雪珍的职场电影学 今天我们来从电影决战事业线 看女性如何在性别不友善的环境下 功课职场正确 未经许是一个人的剧场 未经许是一个人的剧场 是非常有意义的 Emmanuel 如果我说安Téa 你什么需要的 我开始了 就是当铐纸上开 但你可能知道 丹琐纳嵛不兴 非常正确 谁知道 丹琐纳嵛不兴 打算负矩 一定在确设 只能不能承受 你还要测试 你 readings我的敌人 它是不过多了 美国 出门 一定要找他们 一些路由 你不就会怕吗 我们怎么办 必要见到古代理 首要和其他轮延 必要看看 没有能力 是足夠的支持 和你会贏得到的挑战 你讀了 是有功能 你经常问自己 难道职场不存在着公平正义吗 我得说一半一半 一半靠公义 一半靠政治 如果只靠能力 努力与绩效 你会辛苦很多 而且大概只能爬升到 自多是基层主管 再上去就必须要靠政治 对于男人来说 他们多半是政治的动物 天赋异禀 但是对于女人来说 就无法天重英明 要刻意练习才行 最近我看了决战事业线 凡是想要力争上游的女性 不妨从这部电影来 学习职场政治 女主角是法国影后 艾曼扭德福 我很喜欢的演技派明星 整个人不温不火 淡淡的做表情 细细的做动作 一个眼神 一抹微笑 日常到毫无细微 却思思入口 精准到位 这部电影让我学到 三个职场向上爬升的要领 也是女性在职场 努力工作的时候 最常忽略的三个关键 第一个要领是 生小主管靠实力 生大主管靠政治 第二个要领是 男性雄霸职场靠三件事 互助意识 政治操盘 利益结盟 第三个要领是 女性要脱颖而出 靠两件事 学会政治 但是要有理想 怎么做到这三个要领 这部电影《决战事业线》 用很精彩的情节铺陈 不过在讲之前 我先来谈 这部电影 想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 是女性被绑架了 而且从一出生就被绑架 然后一路无时无刻 都在被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句话给绑架 这里面包括谁 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同学朋友 你的情侣配偶 太多太多 最可怕的是 连你自己也绑架了你 你真的没有选择 这位置 这位自权 你还想 这位置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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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离开了 你女儿 不会被绑架 你不会被绑架 你能够拒 我 如果我能够 你能够拒绑架 你有注意到了吗 父亲在言语中 不仅从小灌输爱曼妮消极的思维 也在打击她的信心 这会让成长中的女孩 以为自己不够好 不值得更好 最终限制了生涯发展 爱我们的父母尚且如此 更何况 此常那些对女性虎视眈眈的 财狼虎抱满 这些障碍来自于 不被察觉的社会文化 隐藏着对女性的歧视 成为女性在植牙上的玻璃天花板 接下来我们来谈这部电影 告诉我们的三个成功要领 第一个要领是 生小主管靠实力 生大主管靠政治 爱曼妮的公司叫泰澳 跟中国客户有往来 中国客户想要撤掉在法国的工厂 在天津盖厂 后来被爱曼妮给挽留了下来 爱曼妮是靠实力达成使命 结果又如何 相反的另一名男性主管 不如爱曼妮有实力 有战功 倒是跟总裁抹击得很 两人经常man's talk 并被放到重要的位置 讲到这里 你是不是注意到 这是第二个要领 男性穷霸职场 靠三件事 互助意识 政治操盘 利益结盟 这时候 电影的主线 也随之展开 法国排名 四十大企业之一的 安提扬 中裁迪患重病 只剩半年的寿命 有两派人马 角逐这个位置 一派是波媒 代表公司派 与男性力量 另一派是 阿蒂安领导的 女性组织 代表 非公司派与女性力量 我们先来看看 阿蒂安是怎么想的 她一生都在为女性争取权益 阿蒂安看上爱曼牛 约她一谈 一开始 便给爱曼牛来个私下教育 告诉她 男性能够升上高位 是因为有互助意识 男性帮男性 拱一个人上台之后 大家地义均沾 都有好处 所以这个女性组织 也会运用互助的策略 协助她拿下总裁位置 爱曼牛说 她不相信女性会互助 阿蒂安则教育她 这无关信仰 而是政治 另一边是 代表男性力量的波媒 她在公司亏空了八亿 想要扶植听话的西亚上台 以继续掏空 起初听到有女性要出来竞选 波媒无屑地说 不用怕 她们玩不起的 但是仍然暗中 无所不用其极 卡住爱曼牛 后来波媒发现 无法拦阻爱曼牛的决心 就来跟爱曼牛示好 表示愿意反过来帮助爱曼牛当选 希望赢得她的友谊 你听到了第三个要领了吗 第三个要领就是 女性要脱颖而出 靠两件事 学会政治 但是要有理想 爱曼牛也是人 有血有肉 不断地受到打击 她曾经崩溃大哭 想要放弃 可是一想到安提亚垮了之后 有一万名的员工将会失业 理念就出来了 她决定挺身而起 与女性组织里的伙伴们 继续打这场机会渺茫的神战 在深迁这件事上 女性不像男性 她们喜欢单打独斗 但是势单力宝 难以胜出 社会不黑暗 组织不邪恶 政治不肮脏 权力不堕落 重要的是 你怎么运用它们 女人的敌人 不是女人 而且女人的朋友 多半是女人 联合起来 力量大 这就是女人 学习政治的第一步 像爱曼牛一样 运用社会的观感 组织的力量 政治的技巧 权力的好处 我向你强烈推荐这部 法国影后主演的电影 决战事业性 你便可以学会 深迁的三个要力 我们下次见